万兽神剑 在灵动牧城被大玉天神军抹杀了数日后 炎帝萧炎的名字已经在万兽神剑逐渐地崛起 在上一次参加祖龙族的晚宴后 萧炎又是选择了闭关 毕竟刚突破第二序列神不久 还是需要熟悉稳固一下其中的强大力量 同时巩固一下神源之火的神迹 这位炎帝萧炎 前段时间帮助了神龙族解决了万兽之源的问题 并且将那身后本源也给收服炼花 同时也让他的实力达到了第一序列神 如今万兽神剑中 天位神之下 已经没有任何一人是萧炎的对手 包括准天位神也是如此 这可是连他们神兽族中的族长 都没有任何办法解决的问题 竟然被这一位炎帝萧炎的人类小子给成功解决 随着祖龙族那一次差点被灭族 再加上萧炎又解决了神龙族的万兽之源问题 再次加上了对萧炎的认识 也感受到了对萧炎这位人类的强大已经震撼 自从萧炎解决了神龙族的万兽之源问题后 整个万兽神剑也都回到了宁静 很少神兽族之间有着激烈的战斗了 看样子 神龙族的确如此前所说 开始为整个万兽神剑造福生灵 特别是祖龙族一众 更是为这些日的和平感到高兴 如果这样的日子持续下去 那么要不了多久 万兽神剑将会重回鼎盛时期 说不定就会诞生出传说中的五重天位神也不一定 然而就是这些时日的宁静 同时 让一些神兽族中的族长心中隐隐感觉到不安 他们也无法探出究竟 这种紧张与不安仿佛觉得他们都将会面临一次灭族之灾一般 但是他们又找不出这种不安的源头 原本这和平的气氛 对于万兽神剑的所有神兽族来说是一件好事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看似风平浪静的万兽神剑 似乎即将有着一场极其猛烈的暴风雨要来袭一般 今日 整个万兽神剑的气氛依旧是非常的安静 这种安静实在是太过异常了 神剑中的不少神兽族族长内心 更是隐隐不安地躁动起来 他们都觉得 要不要多久将会有一场大战要来了 因为他们可都是实力极强 感知力也都非常敏锐 就是这种熟悉的气氛 让他们都联想到了只有大战前夕时 才会有的同样感觉 此时 万兽神剑的另一处神兽族 而这个神兽族 正是最强三大神兽族之一的圣龙族 如今能够与神龙族相媲美的 也只有圣龙族了 虽然说祖龙族也是三大神兽族之一 可是少了祖龙 那么底蕴也是大大的减弱 比起神龙族和圣龙族 还是有这些差距的 这也就导致了 此前为什么会有其他神兽族 对入侵祖龙族 如果有祖龙镇守的话 那么就算给他们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招惹祖龙族 圣龙族内的一处 极其雄伟的蓝色 宫殿内 其中的构造 也都是非常的精致 用的材料 也都是上等材料 宫殿的大厅上 站着数十道身影 这些身影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竟然都是天位神 而在大厅的最前方 那里坐着一位身穿蓝袍的男子 气度非凡 蓝色的长发 披在自己的肩膀上 精致的五官上 连那眉毛都是淡蓝之色 而那眼瞳犹如 是两颗蓝色的水晶 无比的透彻 并且那古在其周身 隐隐散发出来的威亚 足以连半步四重天位神都没有办法 而这位蓝袍男子 正是圣龙族的圣龙 实力更是达到了四重天位神 当年圣龙 神龙 祖龙 被称为最强三龙 而如今 当年的最强三龙 只剩下最强二龙 不过也就是这样 万兽神界的平衡 才勉强地支撑 不然的话 那野心勃勃的神龙族 早就统治万兽神界 登顶万兽神界 实则勉强支撑这样的平衡 也是神龙族的神龙 还是忌惮圣龙的实力 毕竟两败俱伤的事情 神龙可不会选择去做 只有在足够的把握面前 神龙才会真正地出手 圣龙大人 怎么了 此时 下方的一位老者 发现圣龙的异样后 便是疑惑地询问道 龙翼上的圣龙 用手指 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揉了揉 然后沉声道 没什么事 就是感觉这几日 心神有些不安 似是有什么大事情 要发生一般 心神不安 最近我收到了很多 其他神兽族组长 也同样有圣龙大人 一样的心神不安 他们都说 即将有一场大战来来临了 说话的是圣龙族的大神长 他的实力就差半步 能够成为真正的四重天位神 可是这半步 他深知也很难卖出去 而他也需要一个契机 哦 还有这样的事情 圣龙带着一丝匪夷所思 不过让我很不明白的是 这种不安的来源 是来自于哪里 最近万兽神界 可都是无比的和平 自从祖龙族的那位人类 帮助解决了 神龙族的万兽之源的隐患后 这种不安的感觉 也是越发的明显 而且最近 他也派人去神龙族探查过 对方也没有任何的动静 反而如之前答应祖龙族一样 造福万兽神界的生灵 也没有去掀起战争 但也就是这样的情况 让他们这些神兽族的族长 却都有了这种不安 不过 对于圣龙族来说 就算真的有一场猛烈的暴风雨 他们也有着足够的底蕴 将这暴风雨打得烟消云散 大神长 你再派出几位族中的核心强者 再去查一查神龙族 以及其他的神兽族动态 毕竟这种心神不好的感觉 可不会无声不起浪 是 圣龙大人 随后大神长便是立马 便是将此事吩咐了下去 动用族中的力量 探查来龙去脉 然而就在圣龙族开始行动的时候 万兽神界的某一处黑暗的宫殿内 这里看不到一丝的光线 四周充斥着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事情都办妥了吗 一道森然的声音 在黑暗中传出 回禀 神龙大人 一切都办妥了 现在只需要你一发话 我们就能够大举入侵祖龙族 将那万兽之心给夺回来 毕竟他们想要彻底的融合心愿 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还有机会 黑暗中又是一道苍老的声音 缓缓传出 好 这段时间 万兽之源的能量 也开始逐渐地恢复 族人的实力也有所提升 唯保万无一失 这一次 必须要将祖龙族 从万兽神界除名 没有祖龙的祖龙族 还是消失比较好 一道充满阴森笑意 充满在黑暗中 而他就是此前答应 萧炎和祖龙族 他们要造福万无生灵的神龙 祖龙族 一处宫殿之内 虽然已经夜黑风高 可是此时众多神兽强者 都是聚齐在此处 好像在商量着什么事情 回禀大神掌 这些时日 我们派出的探子 对神龙族 以及其他神兽族 都进行探查 不过都没有查出有什么问题 而就连此前 入侵我族的穷奇异族 都是非常的安静 下方的人群中 一位探子拱手禀报道 哦 没有任何的动静 那就奇了怪了 可我已经感觉到 万兽神界 有着隐晦的气息 已经朝着我族 慢慢地拢罩来 大神掌听到探子的汇报 他的心中更是疑惑 十分 这种感觉 他不可能会感应出错 比起此前穷奇异族 入侵祖龙族时 大神掌都没有出现这种感觉 然而这一次 却是有着如此强烈的暴风危机 大神掌 会不会我们万兽神界中 出现了一位 极其强大的神奇强者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 这时 一位族中的核心强者说道 这个应该不太可能 如果真的是 出现了一位强者 这样的消息 我不可能不知道 除非 对方是刻意隐藏了 他真实的气息 才让我们无迹可学 大神掌的头脑 还是非常的清晰 很快他便整理出了 自己对此时的分析 而大神掌的这一番话 也让下方的众神兽之人 都点头默认 他们也非常认可 或许真的如大神掌所说 对方掩盖 看自己的真实气息 让他们无法联想到 一些人的身上 不过究竟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族上下 皆是要做好防御 如有动静 必须要第一时间通知 虽然没有祖龙坐镇 可是也不是其他神兽族 能够随随便便 欺压到我们的头上 吩咐下去 增加人手 加大放哨范围 大神掌本就是非常谨慎之人 如果真的有什么 强大的神兽族 入侵他们祖龙族 至少也能够减少一些损失 虽然说 或许这种不安 不是针对他们祖龙族 可是经历过数次的 一些神兽族入侵后 祖龙族的防御和敏感度 都提高了很多很多 是 接到了大神掌的命令 一些核心的负责人 已经开始对各个区域 增加了人手进行放哨 这一夜 注定也是难免之夜 不过 很快 这夜晚 随着时间的流逝 已经过去 但并没有出现 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也没有看见 其他神兽族的身影 可以说 昨晚的那夜 则是很和平安静地度过 但是 既然这段时间 诸多神兽族的强者 都感受到了 天地间的气氛不一样 那么久证明 他们的感应没有错 只是那暴风雨 还没有爆发出来 或者说正等待一个时机 然而果然不出所料 在第二天的清晨 祖龙族的外围上空处 竟是出现了诸多空间裂缝 随着空间裂缝的出现 一道巨手 便是搭在了空间裂缝之上 然后这只巨手 只是轻轻一动 就撕裂开了这处空间 旋即就从中出现了 一大批神兽 对着虚空咆哮 那震耳欲聋的声音 以一种恐怖的声波形式 传荡至这方圆万里之外 吼吼 巨大的声波 顿时让这片天地 都开始震战起来 仿佛被这些巨大的声波 所影响 使得空间 都开始有摇摇欲坠而下 但是 这万兽神界的空间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破坏 很快在这些神兽 从空间裂缝中出现后 这些裂缝 便是再次地恢复到了正常 刚刚这一场变故下 在祖龙族的大门之前 便是有着数不胜数的神兽 立于虚空 每一位的神兽眼中皆是 露出一种嗜血之色 仿佛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将会有一场血腥之战 随着这些强大神兽的出现 一股股可怕的气息 便是弥漫在天地间 甚至还朝着其他区域 开始笼罩而去 如此大的阵仗 可不是一般的神兽族 能够拿得出手的 从刚刚这些爆发出来的气息上来看 这些神兽皆是 来自于神龙族 在整个万兽神界 如此强大的底蕴和阵仗 恐怕 也就只有最强三大神兽族了 祖龙族的上空 被神龙族的这些神兽 给团团围住 将能够逃脱的出口 都给堵了 这一次 神龙族对祖龙族 将会是一举灭族 更不会让其中的 任何一神兽逃脱出来 神龙族已经将 自身的所有底蕴 都倾巢而出 毕竟祖龙族 虽然没有祖龙镇守 可是那底蕴依旧不同忽视 所以 为了能够彻底 将祖龙族灭族 神龙族 已经做好了 万无一失的准备 在这些无数神兽的最前方 有着三道身影 他们正是神龙族的三位神长 三位神长的眼眸中 散发出阴狠之色 然后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那舌头竟是在 自己的嘴皮上舔了舔 那画面 难免会让人见了 骑鸡皮疙瘩 神龙族所有的 神兽做好准备 这一次的战斗 会非常的激烈 你们必须全力以赴 神龙族大神长的声音不大 可是传入身后 这无数道神兽耳朵中的时候 却是让他们 如雷贯耳 身躯一阵 或许是感受到了 无数道强大的神兽气息 祖龙族的看守者 也是从中踏出 数百名祖龙族的强者 也都出现在了大门之前 在他们看到 这些熟悉的神兽 以及那为首的神龙时 他们的脸色极其的不好看 而且看其阵仗 似乎对方来者不善 神龙族 今日你们出动 如此强大的阵仗 来我们祖龙族是为何神 此时 祖龙族那数百名的强者中 一位领头强者 面无表情地出声问道 我们神龙族 没有别的意思 今日就是来看一看 祖龙族是否一切安好 神龙族的大神掌听后 则是一声大笑 仿佛这话中带话